国民党籍的立委候选人张志明竞选总部召开了 庶民翻转下架蔡英文下架刘兆豪记者会 前县长黄建廷提到说 环保署要给粉化厂整修经费是被民进党立委给挡下 而近日呢 南田社火箭发射基地 刘兆豪都没有任何的表态及关心地方 他认为刘兆豪只为选票毫无原则 他说商亲不需要这样的立委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张志明 二日上午张志明竞选总部召开1月11日 庶民翻转下架蔡英文下架 刘兆豪记者会 由张志明立委候选人及前台东县长黄建廷 共同来检视民进党政府与立委刘兆豪 这8年来的表现 张志明表示 整个民进党从总统到立委选举 就是只为选票毫无原则 前台东县长黄建廷也对于美丽湾案件 与南田火箭厂的处理 轰击民进党根本是双重标准 为了选县长 你立法院跟会根本没有去几次 你有说立场要致命 回县政府上班 不是 我们不能依法请下来选举 所以简单的说 整个民进党上到总统的选举 到现在立法院的选举 致命从这一次的整个分析来讲 给了简单的注脚 就是只为选票毫无原则 美丽湾做到三级薄墨 超过政府的要求 污水是百分之百零排放 跟部落的这个敦青木林沟通 这样的案子 被搞到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火箭发射场 火箭基地 这些动作都没有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了 那我们的立法委员呢 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帮他发声 民进党竞选总部也做出回应 表示刘兆豪担任立委以来 为乡亲争取花东铁路全线双轨化 南威铁路电气化等 做好立委的工作 并强调团队坚持正面选举 不会随对手起舞 也呼吁台东乡亲 要选出有做事会做事的台东子弟刘兆豪 我们都知道107年108年的总预算 都不断的飙升高 这多出来的几十亿的预算 都是中央政策所补助的 这代表着民进党政府执政 对于台东各项建设的重视 以及刘兆豪扮演中央地方的桥梁 努力争取预算的结果 刘兆豪团队坚持正面的选举 我们不会随风起舞 也呼吁台东的乡亲 要选会做事有做事的台东子弟刘兆豪 这就是我们抵制负面选举的最好的方法 选情越来越白热化 每位候选人都打出自己优势 就等1月11日让选民自己来决定 这讲解台东市报道